因为刚刚上师刚好念了这一句 这样一个心咒 刚好有个同学提了这个问题 我本来是准备放在过一会儿再提问的 念到这里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到前面来问了 顶礼大恩上师 上师阿弥陀佛心咒念诵 很多师兄说就是您刚才念的 嗡阿弥德瓦阿弥斯德 红色太长了念不来 听到念佛和网上都有念 欧阿弥陀佛都觉得很方便 请问上师这两种念法有何区别 极乐法会畅修的三十万心咒 应该念哪一种 感恩上师 这样的这个刚才他念的不同的念法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咒 我们佛学院在过两天 大概是十一月一号到十一月八号之间开七天 开八天 大概八天吧 八天的极乐法会 那个极乐法会的话 大家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然后在这个法会上面 就是念刚才这个咒语 应该是比较长一点的 我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红色 其实我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红色 其实我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红色 其实我们阿弥陀佛的红色里面 有阿弥陀佛的比较广的名号 所以如果您能念全名 就是这个功德和加持是更大的 当然如果你念比较劣的清咒也是可以的 但我们一般念三十万遍的 比较刚才长一点的 我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红色 就是这个咒语 所以我们汉地很多年 净土法门的人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 现在大家都是念心有味的 但是你们也会老的 你们老的时候我特别希望 你们现在可能希望赚钱 喜欢做工作 就是没有时间念阿弥陀佛 你们也许可能念阿弥陀佛不可能的 但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念阿弥陀佛是心里有一种安慰感 就是这一点 希望你们如果能记住的话 二十年以后看看 如果很多的生活不像现在一样的 你的身体也是满面皱纹 牙齿陀螺 白发长长 然后身边的人不像现在一样 对你比较冷落 即使你离开的时候 他们都不一定特别关心你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一种 我们藏地的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 他特别喜欢你阿弥陀佛和观音信主 这样的话特别自在 好多人包括 怎么说 他家里的人都是不来给他打电话 不来去看的话 他心里很开心 很自由 但我看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不识 看到很多记者问老人你在乎的什么 他最在乎的孩子给我打电话 昨天说是老人 也不知道你们给老人打过电话没有 如果没有打的话 可能这个报应 你老的时候 你的孩子也不会给你离你 他也是忙着他的 这也是一种轮回 也是一种报应 所以我们有时候 对自己晚年的这种归宿 在佛教上面的话 可能你的精神有一种归宿 就这样以后 我在很多藏族的佛教徒的一些身上 发现他们生活是不寂寞 不孤独 非常快乐 这是不一定是用钱和用地位和用其他来买得到的 所以人的精神的这种粮食 永远都是需要具足的 不能缺少 谢谢堪伯 感谢堪伯 感谢堪伯